记者于恒新北报道,担任侯友谊竞选幕僚的赖姓男子个人坐车,日前停放在三峡北大特区路旁,遭不明人士击破车窗偷走到航用的手机,警方获报后不敢大意,几乎调遍三峡区所有路口监视器追查,日前逮捕冠窃37岁潘姓男子,他坦诚因缺钱花用随机破窗行窃,正是与选举完全无关。 据了解,家住北大特区的赖南上月底将私车停放雪府路旁,一日清早和见该车附驾玻璃被打破,到航用的旧款手机不翼而飞,由于侯宣布参选不久,担心恐涉选举恩怨于是向北大派出所求助,经警方派员采证,现场除车窗遭破坏,手机遭窃外,并未留下任何恐吓文字或物品, 经调跃破坏至监视器后,中逮捕有多笔窃到前科的潘姨男。 警方表示,没有固定工作的潘姨男长驻三峡,对道路环境及监视器位置相当熟悉。 他从4月底起连续犯下多起气,机车窃到,作案前他会选定监视器死角并观察车主作息,窃去机车后随机找路旁汽车破窗行窃, 多半得手零钱,3C商品及小型工程机械变卖换线,作案后再将机车赶在车主使用前停回原位。 狡猾的潘姨男鲸固步一阵,他经常将机车骑到没有监视器路口回转, 或步行经过监视器死角后再行折回原住并已有变装情形, 但经警方窃而不舍追查,本月十日晚间在齐国光街住处埋伏歹人, 全暗讯后一窃到罪韩宋法办。